公彪人如其名,除了性格有些彪之外,但凡遇到点事,耸得跟啥一样,更讽刺的是,已经人到中年的他,竟然还能被骗,在别人眼里廉价的泡水车子,到他这里竟然成了宝,还花了十几万把车子买了回来,都说人一旦倒霉,喝凉水都色牙,公彪买了泡水车后,有人竟然还把他的车牌号给套了。 为了能够追查凶手,公彪与王翔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,甚至发动了出租车的人脉大面积寻找,功夫不负有新人,公彪的方法起笑了,很快就有同伴发现了套牌车的主人,只不过此人跟公彪打照面滴时候,愣是把他给吓退了,还是一把年纪的王翔出马,才勉强追到了此人,然而凶手是极其狡猾的。 汽车逃跑之后,竟然钻到了硕大的玉米地里,就算王翔再有本事,也很难将他抓捕归案。 虽说没有看到凶手的脸,但王翔可以肯定,此人必然受了些皮外伤。 好巧不巧的是,公彪迷恋了许久的小鹿,正要在药店上班,也是在那同一天晚上,嫌疑人还来到他的药房买药,只不过有几味药是没有的。 所以小鹿才留下了对方的联系方式,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,这次僵射,差点要了他的命。 一心想要帮助公彪的小鹿,愣是冒着生命危险,私下去跟歹徒见面,而且是打着送药的名义。 明明公彪与王翔就跟在小鹿身后不久,不过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,小鹿就凭空消失了。 等他们再次发现小鹿时,对方已经不省人事了,明眼人都猜得到。 必然是套牌车的凶手所为,只不过重伤小鹿的凶手到底是谁呢? 还记得小鹿与凶手会面的那一晚吗? 明明药店还没有关门,可对方就是不肯进来,拿帽子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, 还不肯说自己买什么药,与小鹿的交流,全部都是通过手机,就算他心里有鬼,也不至于连声都不敢发吧。 正因如此,凶手的身份才会彻底暴露,或许他不是不想说话, 而是不会说话。 而在整部剧中,还真的有一个聋哑人,别看身材瘦弱,人却是非常狠毒的, 亲眼看着朋友被羞辱,他二话不说,就能将对方打得满地找牙。 这看似满满的正义感背后,其实藏着一颗残忍暴力之心, 如果说小鹿的算计,触碰到了他的生命安全,试问能逃得过吗? 当然了,此人到底是不是凶手,还有待考究。 总之不会说话这个细节,着实让人背脊翻凉。 说到底还是公彪和妄想太不负责任了, 竟然让一个女孩子去做如此危险的举动, 如果是其他事情也就罢了。 两人明知道凶手是个危险人物, 还让小鹿去碰头,到最后没得逞就罢了, 连小鹿都给祸害了, 可怜年纪轻轻的他还未成婚, 就直接躺在重症监护室了, 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, 真是可怜又可悲。